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今夜笑话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为什么恐龙绝种 因为它们不会社交距离 二,为什么海盗很糟糕的得手 因为它们总是在高海拔 为什么番茄脸红 因为它看到沙拉在换衣服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为什么恐龙绝种 因为它们不会社交距离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古老的谜题 为什么恐龙绝种 传统的科学解释 涉及到了陨石撞击 因为它们不会社交距离 首先,让我们回到那个遥远的白恶寂寞期 当时的恐龙正想受住它们在地球上的黄金时代 然而,它们并不知道 一场灾难正悄悄逼近 现在想象一下 如果恐龙懂得社交距离 情况会怎样呢 首先,恐龙如果能保持世代 恐龙绝种在地球上的社交距离 它们或许能避免一些传染病的慢间 当然我们知道 恐龙绝种的主要原因并非疾病 但这个想法还是挺有趣的 想象一下 一群巨大的雷龙在进食时 彼此之间保持住至少两米的距离 或者是一群异龙在天空中飞行 彼此间保持住安全距离 以避免空中碰撞和传播疾病 再来,如果恐龙懂得社交距离 它们可能会发展出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沟通方式 毕竟当你不能靠得太近时 你需要找到其他方法来交流和合作 也许恐龙会发展出一套基于尾巴摆动 或是头部姿势的沟通系统 这样它们就能在保持距离的同时有效地传达信息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恐龙如果真的懂得社交距离 那么它们的个体间竞争可能会减少 这对于资源的分配和种群的长期生存或许是演绎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幽默的假设 恐龙如果懂得社交距离 总之虽然因为它们不会社交距离这个理论纯属玩笑 但它提醒我们即使是在古代世界 生物之间的互动和行为也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 而恐龙的绝种 无疑是地球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它为不如动物的崛起和最终人类的出现铺平的道路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恐龙的画师或是电影中的恐龙时 或是电影中的恐龙时 不妨想一想 如果它们懂得社交距离 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一下为什么海盗很糟糕的歌手 因为它们总是在高海拔 海盗那些航海史上令人又爱又恨的角色 它们的故事充满了冒险宝藏甚至是浪漫 但是当我们谈到海盗和音乐的结合时 情况就变得相当有趣了 为什么海盗会是糟糕的歌手呢 因为它们总是在高海拔 这句话既幽默又揭示了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事实 海盗其实可能并不擅长唱歌 但它们确实喜欢在海上高声歌唱 首先让我澄清一下 海盗船其实并不是在高海拔 而是在高海面上 这里的高海拔其实是一种幽默的说法 用来形容海盗们在海上的生活方式 当然 这个笑话也巧妙的暗示了海盗们在海上的生活 可能对它们的歌唱才能有所影响 想象一下 一群粗犷的海盗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 尝试合唱一首曲调 海风呼啸船体摇晃 船体摇晃 这样的环境对于维持音准和节奏来说 无疑是一大挑战 再加上海盗们可能更多的关注于航海和掠夺 而非练习歌唱技巧 这无疑会进一步降低它们的音乐表现 然而尽管如此 海盗们仍然喜欢在航行中唱歌 这些歌曲通常是关于海上冒险的歌谣 或者是用来协调工作节奏的吆喝歌 这些歌曲在海盗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即使它们的音乐质量可能不是最高了 所以当我们听到关于海盗是糟糕的歌手的笑话戏 我们可以想象到一群在海上自由自在 不拘小节的海盗们 他们用它们那不完美的歌声 表达着对自由和冒险的热爱 这种形象虽然带有幽默 但也让人不禁对这些海上流浪者产生了一丝敬意 总之海盗可能不是最好的歌手 但他们的歌声却是他们对自由精神的真挚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说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成为了海上的音乐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我们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番茄脸红因为她看到沙拉在换衣服 好的 让我们来探讨这个充满幽默感的问题 为什么番茄脸红因为她看到沙拉在换衣服 首先这个笑话背后其实隐藏住一段深茂的植物学和文化系 首先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 番茄脸红是因为它成熟了 番茄属于家科植物 七红色来自于番茄红素 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对人体有诸多好处 但在这个笑话中 番茄的脸红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特质 好像它因为害羞而脸红一样 记住让我来谈谈沙拉换衣服的部分 在这里沙拉代表了一种由多种蔬菜混合而成的菜肴 而换衣服则是一种幽默的隐喻 指的是沙拉在加入不同的调味量或酱量时 好像在更换不同的外衣 这个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沙拉从一种状态 转变到另一种更加诱人的状态 现在将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 这个笑话其实在谈论一个非常人性化且有趣的场景 一个害羞的番茄在偷看沙拉换衣服 这里的幽默来自于对食物赋予了人类的情感和行为 创造出一个荒谬却又引人发笑的情景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 这个笑话也反映了人们对食物的亲密关系和丰富想象力 在不同的文化中 食物不仅仅是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 他们还承载着文化意义 社会关系 甚至是幽默感 透过这样的笑话 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如何以创造性和幽默的方式 来探索和表达对食物的热带和欣赏 总之 这个关于番茄和沙拉的笑话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幽默故事 它还是一盏窗口 让我们得以亏人类对食物的深厚情感 以及我们如何透过幽默来探索和庆祝这种与生俱来的关系 经过这些有趣的探讨 我们可以看到幽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世界和我们所有的社会 无论是探讨恐龙绝种的原因 还是探讨恐龙绝种的原因 还是探讨海盗的音乐才能 甚至是解释番茄脸红的原因 幽默总能为我们带来新的视角和更深入的思考 所以我鼓励大家在生活中多一些幽默 多一些可以让我们享受更轻松愉快的时刻 还可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那么你对于这些幽默的解释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有什么自己的幽默故事 我猜想吧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